下一位是朱凱迪議員,第四輪,兩分鐘 朱議員 麻煩主席 首先,今天我們終於等到政府關於那幾個檢疫中心的一些報價,一些開支的分目 但事實上必須要說是來得太遲 他今天一時才交給我們,兩點滿開會 我有些做工程界的朋友,我剛才故意發給他看 叫他幫忙看看到底是貴了還是便宜了 他說,大哥,我們做工程界,如果你要我們去做這些類似工料的測量 計算一下要多少錢,你要給我們兩天時間,起碼48小時 為什麼我們的財委會現在去談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這次是批錢去做工程,雖然你這個已經做了 但是我們如果要進入細節的話,是不可能只有一個半小時去準備的 主席,這個是很荒謬的 我想,當然你也會強行去投票,也很難挑戰說你無效 但是你這樣玩法,你想一下回憶一下上次,其實就是不斷地隱瞞資訊 罵了你幾輪之後,浪費了我十分鐘時間,現在才交這些出來 那我們怎麼談下去呢,主席 在我等我的工程朋友回應我之前,我就問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就是,李漁門和西貢和八鄉三個工程是什麼時候簽約的?簽約的日期 第二就是,我想知道李漁門和西貢的工程工人的人數和現在支付人工的月數 第三就是,李漁門工程當它用完之後,那些建築物會拿去哪裡呢? 扔掉了它,還是可以再用在別的地方呢? 請問哪位回答,簡單回答這三個問題先 好,黃 說的是簽約日期,如果是李漁門的籃球場那裡,就是A地盤 就是,因為我們是兩個項目來的,那我代替那個土木工程那裡搭 就是2月7號,就是那個土木工程開始的 至於建築工程,就是2月3號的 至於李漁門那個,夏里漁門那個足球場那裡 土木工程部分就是2月7號,而建築工程是2月14號 至於西貢匯外康陸營,那個土木工程是2月7號,而建築工程是2月14號 至於另外那些細節,譬如說工人那些,我現在沒有資料在手的,謝謝你 好,那朱議員剛才問的問題,會不會書面回覆就可以了呢? 林處長就簡單回應了,建築物的處理 現在是沒有具體方案的,不過我們是想著是希望可以有它 這就是將來的用途 好,林宿莊議員也是第四輪的了,兩分鐘 主席,我本來都不是想著問你警司,不過說721 我現在的手機那裡就錄了721,我本人打去警署 他一早就告訴我,在下面已經有控制中心,那時候還沒打人 你當然要回去檢討,哥哥回答我的,錄音的 今天還在說謊,說起就火滾了,不過我現在要問一件事 我想問林太,建築署處長,剛才你有沒有聽到盧偉國議員說 他不斷說貨櫃屋,究竟是不是貨櫃屋 你上次才告訴他,議員你誤會了,這個不是貨櫃屋 然後不斷說貨櫃屋,究竟是什麼 處長,你可不可以再澄清一下那個建築物是什麼 正確來說 他說他答三層,處長你真的要解答 我覺得另外還有東西要問 多謝給時間 這個正確來說,是一個組裝合成建築法的一些建築物 這個只是一個建築方法 不過他來的時候,因為在工廠那裡做了所有配置 我們一向知道是預製組件買到來,然後拼合 看下去,很多時候都是似貨櫃碼頭那些模組 搬來搬去,也知道坊間很多人都形容他做一個貨櫃 主席,我很害怕,上星期又檢討我們 然後現在那個代表,業界代表說是 大哥,我們這些平民問客,原來又不知道是不是 原來講一下又是,又好像不是 我另外一件事想問一下,那場你交了給那些建築公司 我想問一下,剛才盧偉國議員就說他親自一日去了四個 為什麼議員沒有份,還有什麼人可以進去的 為什麼我們完全不知道 這只是他去的,因為業界代表,但業界代表看完都不知道 那些不是貨櫃屋,那我們就聽你說,我們眼都沒有看過 摸都沒有看過,那我們做什麼議員,他是議員 這方面,處長,你有沒有什麼補充 什麼人可以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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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們在建築處裏面,所有的合約都有一個機制 如果是有人來探訪,我們有些客觀情況 如果是滿足到的,我們都容許的 例如說,對工程的進度有沒有影響 其他那些,也都說,細節上會不會有些什麼要處理 這個我們機制是容許的 劉處長,是不是有話要補充? 陳議員,陳議員,先給麥克風,陳議員 處長,我不想攔位你,其實整件事我覺得很古怪 那時候很急,錢都不用拿來立法會批 趕快拿了11億,剪稅他,然後立刻上去拿錢 然後起噴噴聲,你又看,我又看,特首又去看,駱惠寧又去看 說在那個不知什麼身份的議員又去看 我們是全部不知道的,看報紙才知道 喂,大哥,我不想做陳凡,什麼都看報紙才知道 我要看中聯辦出的新聞稿,我才知道去看 有什麼機制去看,有沒有官員陪同 官員好像啞的那樣,駱惠寧去看完場 沒有出聲,沒有話說 陳議員,我想你的觀點大家都知道 那處長,我想這個問題也不會是一位議員問的 那你先準備好這個答案,我相信下面還有議員會繼續問的 我們會大約40分左右做一個小優 那我先給許智峰議員問,第四輪,兩分鐘 我想問的是分目A007GX編號273 《進聲警長的升級檢定考試方案》 看回資料,這個方案就是給警員去進聲警長的時候可以投考的一個 郭家麒願,你再有跟進,請你再按鐘 下一位是張超雄議員,第四輪,兩分鐘 主席,總議論到我,這個獎勸基金的用途其實是寫得很清楚 在法例上,334章第六條第四款 就說了是社會福利服務的 那常秘就不斷迴避這四個字,社會福利 那在-63那裡,將這個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那個一些範疇,列了出來 有一個叫其他,其他呢 你看回有四項 第一就叫社會福利支援服務 當然是社會福利 第二就是他引用的叫營社及宿社 第三就是就業服務 第四就是提供上述社會福利及康復服務的自負營規計劃 其實我想而知,整個清單都是跟社會福利有關 究竟這個檢疫中心屬於營社及宿社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它不是一種社會福利服務嗎? 如果它不是社會福利的 你就不要伸手進去獎勸基金拿錢 其實這麼簡單 但是政府,我就想問一下你們 你認為這個檢疫中心 是不是一個社會福利的設施? 劉常秘答還是社會福利主答? 主席,或者我嘗試補充一下 我想我們作為那個審批的當局 其實是並不能夠代有關的界別去決定的 我們在那個過程裏面 是充分做足了那個程序 也都是有尊重到 它的文件是有交給獎券基金的諮詢委員會去考慮過 也都我剛才提過 現在其實大家參照著 由1994年開始已經使用著的那個清單 其實使用的年期已經是相當之久的了 在這個基礎上也都經過了一個這樣的程序 當我們知道這個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 是接受和支持一個這樣的撥款申請的時候 是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們才批出那個撥款 也都希望大家明白 但是最終它的目的 其實是用來建立一些 是作為檢疫設施的一些營舍 不僅是符合一直以來 它那個分類的使用 同時的確是一個比較務實的方法 能夠滿足到香港當時一些急需的設施 來應付和滿足我們在抗疫和防疫工作上的需要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容許它做了這個先例 將來的什麼宿舍 你可以在警察宿舍 你都可以伸隻手去拿錢 即是你很明顯不是社會福利設施 那常備就答到 我們可以暫時 給個咪咪 這個真的不能接受 即是我們沒有說你不迫撤 你迫撤你就用正式的途徑立項 立法會會 我們財委會現在正在開會 可以將它排第一 就是盡快審批完成 支持的就是撥款 我也聽不到有任何人不支持這個興建檢疫中心的 那為什麼要伸隻手進去 每年只是說一年的開支大概是三十億左右 二十幾億三十億的左右 你一次過就拿它十一億 即是這個在社會福利 是未見過用到這樣去將這個獎元基金使用 這就是王安馬主席 張小龍議員的問題就很清楚 不過我希望你再這樣 等他們準備一下之後 你下一輪的時候 他就答得更加清楚了